中心网7月30日电,中国驻泰国孔敬总领馆网站,日前发布消息称,近期,泰东北发生多起中国公民,因为把在市场货及是摆摊售卖衣物等小商品,而被当地警方拘押,罚款。 并遣返回国的案件,涉案的中国公民,或违反下列法律规定之一或两者兼之,规定一,39种职业为泰国籍人士专属职业,禁止外籍人士有合法工作。 许可者从事,如在市场货及是摄摊贩卖东西、导游、美容美发、被入床具制作行业、制鞋业、制贸业和裁缝等,规定二,外国公民如持旅游签证。 在泰从事与旅游者身份不相符的活动,将被视为非法打工,将受到法律处罚。 中国驻孔靖总领馆提醒在泰中国公民,严格遵守泰方有关禁止外籍人士从事相关职业的法律规定,也切勿持旅游签证。 在泰国非法打工,避免造成严重的法律后果,如需中国驻孔靖总领馆协助,请拨打领事保护与协助电话66809366070,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呼叫中心电话861012308或861059913991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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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